今天我们来给Total Duo Flush马桶更换水箱 这个更换的原因最开始是因为是一个水箱往马桶里面漏水 我在试了换它几个垫片以后 我发现没有解决 于是给Total的客服打电话 客服认为是整个水箱可能出了问题 于是给我寄来了新的水箱 这是新的水箱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更换它 现在准备开始 我们第一步呢是把下边这个水阀给关掉 水阀我刚才已经关掉了 然后呢把这个水箱水给放掉 好了这个水箱的水放掉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阀门给拆掉 把这个一拔 拔掉就好了 然后这个要拧那个大概四十九十度吧 把水放完 把它拿掉 这时候呢这水箱里边还会存一点水 我们需要把这个水用海绵或者用布把它给擦干 好了 现在这个水箱里的水基本上干了 这里边有一点点小提醒 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水箱里边有水的话 你拆的时候这个水可能会漏到您的地板上 所以说最好就把它给弄干 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上水管给拆掉 拆这个上水管呢需要用一个活动的扳手就好了 这个这大概是半寸的 把它给朝这个通线引就好了 放了一个小的容器就是怕担心它有一点点漏水 我这确实是有一点点漏水没关系 好了我现在这个水箱的上水管拆掉 下面呢就是从水箱的里面把这两个固定水箱的螺栓给卸掉 拆这个螺栓的时候 最好这个下水的这个孔盖用一个 一块毛巾把它给挡住 否则就是免得工具掉进去掉进去的话就很不好 好这是个小小的梯用手可以把这两个螺栓给拿掉 把螺栓拧掉以后这里边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整个水箱给搬出来了 把这个水箱给卸下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我需要把这个 这根上水管给拆掉 然后呢接到这个新水箱的这个同样的位置 这个上水管很容易拆 用手就可以拧动 这个新的水箱接之前呢 有一个这个这个垫片 这个叫Tank to Bow Gasket 这个Gasket是需要装在这个水箱的 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水箱才能坐在这个马桶的那个上面 我现在把这个马桶的水箱放在了马桶上面 然后呢这是 偷偷给我寄过来的固定水箱的这两个螺栓 要把这两个螺栓 放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 用来固定水箱 我把这两个螺栓现在先装上去了 这这左边这个螺栓这个位置是挺挤的 下手不太好下 现在需要把它们上紧了 现在用这个水平纸打一下看看平不平 可以看到 哦是有点不平 这边有点高 稍微有点高 我把它紧了一下 现在基本平了 右边可能还是高一点点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了 好了我现在可以把下面的水阀接上 这个就这个上水管 这个水箱的上水管接上了 现在可以打开这个水阀 可以看到 在上水了 我们待会等它上完水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了 现在上水已经停止了 发门已经完全把这个水给挡住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桶里边的情况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 就是因为本来是从水箱往马桶里边一直漏水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刚开始呢 就是一股几乎肉眼不可见的一股圈圈系 后来发展到肉眼可以看见了 本来以为是阀门的问题 然后呢 现在更换了整个水箱以后 现在看来问题是解决了 好谢谢大家 最后一步 把这个盖子盖好 然后这个事情就整个完成了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